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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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实施西部合乎联通 东部天然林保护 中部黑土地保护等重大生态工程 扎实开展新一轮绿美吉林行动 持续改善提升我省生态环境质量 会议强调 各级党委政府要深刻认识当前经济形势 坚定发展信心 保持战略定力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常态化专班推进抓机域 引项目 落企业 聚人才 配资源 着力做好稳增长 促改革 调结构 惠民生 防风险各项工作 奋力实现两确保一率先目标 要一体推进消费需求释放 与服务业入库入统 聚焦非钢需消费 再研究推出一批针对性操作性强的政策措施 进一步放大成熟效应 要着力防范化解经济金融风险 建立财政金融风险处置机制 坚决守住风险底线 会议指出 要加强国土资源保护利用 强化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控 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 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 严格管控耕地非粮化 要用足用活用好国家政策 积极争取国家相关部委支持 以把加大城乡存量建设用地和城镇低效用地开发利用力度 搞好增减挂钩 既保证正常用地需求 又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 会议强调 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 严格执行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条例 全面加强党的组织体系建设 不断提高组织工作制度化 规范化 科学化水平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今天 全省统战部长会议在长春召开 省委常委统战部长李月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 2021年 全省统一战线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吉林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19届五中学会精神 按照省委11届八次学会部署 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嘉奖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为主线 以学习宣传贯彻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为重点 以进一步发挥新时代统一战线法宝作用为目标 坚持思想引领 坚持服务大局 坚持防范风险 坚持提升能力 在守正创新中推动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 美吉林全面战兴率先实现新突破贡献力量 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5月7号至8号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举办党史学习教育读书班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金振极参加读书班并讲话 金振极指出 要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 常委会党组 机关党组要切实担负起主体责任 领导小组要加强对机关学习教育的具体指导和督促检查 进一步创新学习方式 确保党史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要切实发挥领导干部带头作用 在深入开展个人自学 集体学习的基础上 采取互问互答方式进行研讨 要充分用好我省东北抗联 四战四平 四宝临江等红色教育资源 传承红色基因 弘扬革命传统 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 淬炼纯粹党性 提升能力本领 把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与开展作风建设年紧密结合 围绕就业 养老 教育 医疗等民生问题依法履职 切实把党史学习教育成果 转化成为群众办实事的生动实践 2020年7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杰林考察室指出 我十分关心粮食生产和安全 杰林牢记嘱托 切实把保障粮食安全放在突出位置 毫不放松 抓好粮食生产 努力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 探索现代农业发展道路 明确提出十四五时期 全省粮食产量要卖上800亿斤新台阶 科学谋划实干为先 杰林正在扛稳粮食安全重任 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新征程上 展现新作为 今天起 杰林新闻联播 推出三级系列报道 助劳农业根基 守护黑土粮仓 一年之际在于春 一年光景看春耕 这两天 榆树市增益农业机械种植专业合作社 马力强劲的大型播种机纷纷启动 沿着整齐的田笼干得特别欢事 今年 增益农业机械种植专业合作社 承包了360公顷土地 托管土地面积达到1360公顷 虽然咱们榆树这块开春比南方晚一些 可我们早早就开干了 筹备 种子 化肥 减凶农具具 一点也没闲着 马战友领着接者走进大田 游黑的土地上覆盖着一层薄薄的接杆碎茶 春天呢 咱们就是把上一年的玉米接杆残茶 留在地里头 作为覆盖物 风吹雨淋 这个接杆就慢慢地腐烂了 增加土壤的有机质 更主要的是 它可以减少水土流失 减少土壤阳沉 咱们合作社流转的土地 全部采用 节杆全链环田保护性动作 重视模式进行耕种 效果明显 节本还增效 作为全国产粮大县 榆树市始终主动担当作为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这里拥有得天独厚 集中连片的黑土地 如何让其可以永续利用 是当地农业部门一直思考的问题 数据显示 在开垦60年后 榆树市黑土层平均厚度只有30厘米 在咱们榆树很多的耕地 只要是坚持玉米揭杆全量还田 往无性耕作 五年后 土羊有益值可以提升20%左右 2020年7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吉林考察时指出 东北是世界三大黑土区之一 是黄金玉米袋 大豆之乡 黑土高产 风产 同时也面临着土地肥力透支的问题 一定要采取有效措施 保护好黑土地这一耕地中的大熊猫 留给子孙后代 吉林市大国粮仓之一 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021年3月2号 吉林省委省政府出台 关于全面加强黑土地保护的实施意见 成立了以省委书记 省长为双组长的 黑土地保护领导交组 高位推动黑土地保护工作稳步推进 并提出明确目标 到2025年 黑土地保护性耕作达到4000万亩 粮食产量卖上800亿斤新台阶 实践证明 抓好黑土地保护性耕作 和稳定粮生产是相对异章的 我们一定要扛稳产粮大省的责任 为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贡献 5月6号 省纪委监委和省委组织部联合印发 吉林省激励干部担当作为 容错纠错十条 旗帜先明 为担当者担当 为负责者负责 激励全省干部在实施十四五规划 及2035年远景目标等重点工作中 以更扎实的作风 更昂扬的斗志 不断开创各项事业新局面 当前 沃省正处在深化改革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 需要全省广大干部 特别是领导干部解放思想 开拓创新 敢闯敢试 主动作为 吉林省激励干部担当作为 容错纠错十条 就是旗帜先明为敢于担当 踏实做事 不谋私利的干部 撑腰鼓劲 形成允许改革有失误 允许创新有偏差 允许担当有过失的先明导向 进一步调动和保护干事创业的 积极性 主动性 创造性 重点鼓励我们党员干部呢 在实现两确保一率先 构建一组六双产业空间布局 等一些重点工作中 敢于决策攻坚客难 来重点引导我们的干部呢 积极向上申报资金项目 抢占发展机遇 也重点激励我们的干部 在优化营商环境 支持民营经济发展中呢 能够探索容缺受理 容缺审核等服务机制和创新模式 进一步提高服务企业 服务群众的质量和效率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 就下一步如何贯彻落实好 容错纠错十条 沈静岚表示 要做到三个坚持 一是要坚持实事求是 对干部在具体工作中的 失误错误 我们要综合分析的 主观动机 客观条件 程序方法 后果影响 等一些因素 客观公正的做出处理 二是呢 要坚持一机法 准确地分辨违攻与寻思 过失与故意等 准确地认定行为性质 严格地把握政策界限 来确保我们的容错纠错 是在纪律红线 法律底线内进行 三是要坚持容纠并举 一方面呢 要加强 对干部的日常监督管理 做到有错必纠 有过必改 另一方面呢 要正确地对待 被容错纠错的干部 客观地评价 该用就用 来促进干部呢 从有错向有为来转变 吉林省十四五规划提出 围绕做大做强 医药健康产业 打造促进科技成果 快速转移转化的双创生态 长春新区通过炼主企业引领 大中小企业抱团发展的模式 强烈补链 推动医药科技成果 快速转移转化 前不久 位于长春新区的 长春百科生物科技股份公司 所研发生产的 冻干鼻喷流感减毒活疫苗 正式投放市场 为国内独家经鼻喷接种的流感疫苗 这个疫苗在市场上 有一定先进性的 但是它的研发进程 是非常非常的缓慢 我们从一二年理想 那么经过了八年多的时间 最后呢 产品上市 经过了很多年的努力 孔维告诉记者 一项疫苗产品 从研发到上市 平均需要十年左右的时间 研发过程中 资金和人才的断流 是企业最怕的事 而在长春新区 五百多家医药企业集聚 还有国际知名的龙头企业 通过新区政府搭建桥梁 可以实现彼此间 技术人才资源的共享 这样的抱团发展 无疑是解决小微企业 缺资金少人才的最好办法 得到了长春高新 很多的支持 以前和现在正在研发的项目 你的支持都是通过这种方式 取长不短的这种方式 我们才能够把一些项目 能够尽快往前推进 握指成全形成合力 长春新区将带动能力强的龙头企业 打造成炼主企业 通过技术并购 资本招商等方式 带动中小微企业抱团发展 孔维口中的长春高新公司 就是新区重点培育的炼主企业 通过技术并购 百克生物得到了长春高新公司 资金 人才 研发平台的一系列支持 科技产业化速度加快 这几年 已有三种疫苗产品货批上市 拥有发明专利二十余项 合作主要是我们选好项目 选好银 给好机制 帮助他们打建队伍 一起共同来把企业做强做大 炼主打先锋 不但领活了一批具有发展前景的小微企业 同时还吸纳了一批补链的生物医药产业项目 通过长春高新股份有限公司资本招商落位项目 总投资二十亿元的安卧高新基因工程抗体类药物项目 眼下正在建设中 企业研发生产的治疗自身贬异疾病和抗肿瘤的大分子抗体药物 不仅能够填补国内空白 还将出口到欧美市场 达到欧盟美国要求的GMP的生产条件 我们要面对的是一个全球的市场 我们希望我们的产品能够走出去 走到美国和欧洲 提升我们整个长春地区生物制药产业的一个水平 今年一季度 长春新区生物医药产业保持高增长态势 同比增长52.1% 占长春市规模以上工业的82.4% 按照吉林省十四五规划中提出的 加快发展生物制药 恢复生物疫苗国内领先地位 突破基因工程药物和细胞制药产品技术部署 十四五期间 长春新区将深化完善产业链 供应链创新链促进三链融合 打造和构建以科研院所 临床机构以及企业 共同参与的创新体系 打通研发成果转化的耿阻 促进创新的突破 打造这个从研发到销售 全产业链的这样服务的平台 培育产业生态 实现千家企业 极具千亿产值的双千亿的目标 首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 进入第二天 吉林省展出的多种特色名优产品 吸引了众多客商参观洽谈 这里是首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的现场 在我的身后呢 就是我们吉林省的参展展位 这次呢 我们吉林省的参展企业 共带来了七大类的特色产品 那下面我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都有些什么 进入吉林省展区 这台红旗轿车很抢眼 这是新红旗品牌战略发布后 红旗的首款旗舰C加级轿车 开展后 也是吸引了很多参展商 陆续前来问询洽谈 因为是咱们国产自主品牌嘛 然后我们一直也很关注 然后呢 无论从价格 然后配置各个方面来说 性价比是特别高的一个产品 我们集团也是希望能 这个把我们的商务接待车 全部来换成我们的这个红旗品牌 一汽红旗也代表了我们国车的典范 它也是这个 就是我们国家第一款 就是这个豪华车的一个品牌 所以的话我们理所应当 应该来到这样的一个展会 更多的就是让红旗的话 车型它有一个展出 让全世界更多的人 能够真正的了解红旗 汽车等装备制造业品牌火爆 科技型产品也不试作 我省展示的餐桌智能服务机器人 LED照明 人工智能和计算机视觉识别等高科技产品 也吸引了众多观战者 展台前人流不断 由长光新一公司研发的 这款人脸识别产品很有看点 它可以通过提前录入照片的方式 离线识别人脸 是一个能够辅助记忆的这样的一款产品 就比如说现在人见过很多 然后但是叫不起名字 像我们这款产品里面可以存5000个人 而且是全离线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此外来自我省的吉林大米 人参 鹿绒 矿卷水 葡萄酒等特色产品 也受到了参展嘉宾们的青睐 刚才我就接触了很多的一些客户 想更多的了解我们冰葡萄的这个文化 他们非常感兴趣 想在冬天的时候冰天雪地的时候 到我们那里采葡萄 亲自参与这个酿酒这个过程 通过这个效果会的话 我想到本地再了解一下 咱们真正的那个来自吉林的原厂的人参 以及一些别的农产品 然后也希望把这些产品 引回去 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费有限公司 王丽萍参加了自中国铁路大提速以来 所有主行客车转向架零部件的 无损检测任务 二十多年的工作中 无措探 漏探 都发到群里了 然后咱们对应的群里 看一下咱们自个负责的生产任务 一个是保重生产的情况下 咱们把纸条就严控 王丽萍的身份一长串 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技师 一级操作师 公司劳模创新工作是负责人 中国中车无损检测资深技能专家 每天上班开早会 他的工作要求就是严控质量 转向架决定着动车组的速度与安全 是车辆制造中极为重要的核心工序 王丽萍他们正在做的碳山工作 就是在不破坏物体表面和内部结构的基础上 利用超声波 X射线等技术 对物体质量进行评价 碳山的环节就是咱们为我们出厂前 所有的工件把最后的质量关 确保我们的高铁在运行线上安全 王丽萍1997年参加工作 2000年转到无损检测岗位 为做好技术上的明白人 他把空余的时间都放在了钻研技术上 通过努力 他深度掌握了碳商标准 工艺规程 对磁粉 超声波 X射线 渗透等 碳商理论与操作游刃有余 凭借着过硬技术和经验积累 逐渐成长为转向架零部件 无损检测领域的领军人 此前一个出口项目的生产中 外方提供的焊接参数存在问题 双方存在争议 甚至一度严重影响了生产进度 王丽萍凭借扎实的理论和高超的操作技能 有理有据地指出对方错误 使对方心服口服 问题也得到了解决 近年来 王丽萍先后完成了多个重要的出口项目的科研公关 树立了中国制造的品牌形象 在工作中她就是一位女生态 发现问题非常准确 然后还能及时处理这个问题 工作态度上 就是那股劲 勤勤恳恳那股劲 她是恳干那股劲 一直都在影响着我 作为公司劳模创新工作室负责人 王丽萍通过言传身教 员工队伍整体素质大幅提高 产品质量一次交减合格率 由原来的50%提升到90%以上 2020年 王丽萍组织编写 轨道车辆构架焊接缺陷 无损检测实力与分析一书 成为指导美名焊接碳商工人生产和实践的法宝 碳商工作是一个贯穿性很强的工序 只要用心琢磨 总会有新的课题 这是王丽萍多年来秉持的工作信念 正是基于对事业的执着追求和精益求精 使他成为一名吉林工匠最美劳动者 爱港敬业追求卓越是工匠精神的基本内涵 也是迈向新征程的时代呼唤 在王丽萍的带领下 更多的工友成长为岗位标兵技术神探 为中国高铁保驾护航 也让中国高铁这张金铭片更加璀璨夺目 大型现代金剧杨静宇 昨晚在长春市大众剧场精彩上演 该剧也是中宣部文化和旅游部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的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活动 在我省的首部展演作品 京剧杨静宇是省委宣传部 省文化和旅游厅重点扶持的 文艺作品 由吉林省京剧院创作并演出 讲述了抗日英雄杨静宇 率领东北抗日联军第一陆军 在长白山一带英勇抗击 日本侵略者的故事 殴割了杨静宇将军 气贯长红的英雄气概 和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精神 该剧自2014年9月首演以来 已进行了百余场演出 深受观众喜爱 用杨静宇的精神 排好杨静宇 我们文艺人要发挥 我们文艺人的作用 用我们文艺这个作品 于无声处来教育人民 在建党100周年 进行到来之际 能看一幕这样的剧目 对于我们党史故事也好 和爱国爱党的教育 都应该是更好的一种体现 有更深刻的理解和升华 此次展演活动持续到7月底 全国共140部舞台艺术作品参演 我省入选的舞剧红旗 京剧杨静宇 民族管弦乐高亮红的 情景歌舞诗 海澜江畔道华香 四部原创优秀作品 也会陆续在省内外进行展演 其中舞剧红旗 还将于今年7月下旬 登上首都舞台 今天是第74个世界红十字日 省红十字会在长春地质公门前 举办捐赠议诊活动 省内部分医院的医护人员 现场开展公益议诊 工作人员为群众免费发放 生活常备药品 为大家做应急救护知识讲解 今天 沿边州 通话市 徽南县 长白县 东风县 柳河县等地的红十字会 也纷纷联合疾控中心 医院等单位 深入机关单位 社区 学校 开展相关纪念 议诊 服务等活动 大型乡村题材清洗剧 鲜花盛开的山村 今晚在吉林卫视继续播出 14至15集 李小雪被乡村旅游出谋划策 秋小路献殷勤 李鲜花迎难而上 承诺修建老年公寓 更多精彩内容 敬请收看吉林卫视农情剧场 下面来看 我省新型观众病毒肺炎疫情的情况通报 5月7号零时至24时 全省无新增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 节目的最后 走进梅河口市全力打造的新警官带 城市客厅 依托城市合乎连同警官带 打造的梅河口市城市客厅 项目总投资100万元 建有园林庭院 小桥流水 避暑凉亭等景致 之所以称为客厅 就是要打造有家的味道的景观区 春夏交界 气候宜人 徜徉其中 享受水在城中 城在绿中 人在景中的惬意生活 自2020年6月开放至今 已累计接待游客和市民超百万人次